国际权总不断的针对台湾女权王林玉婷在性别上来做文章 但回应媒体提问时却又拿不出证据 权总主席更答非所问 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引发了国人的反弹 朝野立委炮口一致 抗议不该有任何的政治来干预体育 陆委会主委邱锤正更表示 任何以政治粗暴的方式介入体育活动 违反奥运公平和平的精神 国际权总频频攻击台湾女权王林玉婷的性别 现在拿不出证据不断跳针还答非所问 硬是把体育车上政治陆委会不能忍 抗议国际权总发布出 不顺习仇也更炮口一致 他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 也是奥运资格认证的 一切应该是要让实力来说话 不应该有任何政治的干预 这个跟奥会这次的这个 整个体育的赛事跟精神 根本没有关系 请让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正义 他的主席其实过去就是跟俄罗斯总统布丁 关系非常密切 然后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国营企业 有这个匪夷所思的一些经贸关系所在 这一次他刻意的去制造 一些相关的性别争议呢 就是为了所谓的一些政治的斗争 或政治的目的所在 而巴黎奥运中国小动作不断 甚至在会场上 有中国人动手抢台湾标语 大胆在国际场合欺负台湾人 陆委会也为国人声援 国人团结一致对外抗议政治介入体育 捍卫台湾选手权益 这里是黎奥运红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